这个胶放两年了国弃了 怎么感觉壁纸权还要稠了呢 然后它上面也是写着 不含甲醛本分和中金属有害物质 但其实它也是个建筑胶 这个胶很浓 这啥呀小飞虫吗 洗面奶 干油 咯咯咯咯 这个胶体真的很醇厚 非常的厚实 它过期的时间越到它越厚 它这个胶的味道很轻易的 就被洗面奶的清香所掩盖 咯咯咯咯咯咯 放两块冰糖 不好意思 料下猛了 再加点这个叶性胶 不是再加点白胶吧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了 因为太久不做胶了 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木工胶单独成型 它是这个拉伸性不行 我不是为了补救 我是为了这个更加科学的 哎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特别黏 就是这个表面这个胶 我这手套M码的 都快给我扯成XL码的了 山梨唐春跟我还老乡呢 真的好像冷冻榴莲泥啊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噩梦 我梦见我的手机内存满了 这盆黄胶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成型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放两年过期了 你看它就是下了很多盆沙水 还下了其他辅助胶 下去之后它就滴落前一串一串 它不成型 还是那种吸汤的状态 等了很久也不成型 找一些硬的带筋的 跟它揉合一下 这个揉合出来 这个泥手感很神奇 有点像那种有麻薯的感觉 也有那种油膏的感觉 润润的一点都不色 这个木工之前是很色手的一个木工 味道呢就是有点淡淡的指甲油味 咱们静置一下 看看它会变成什么质感吧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噩梦 梦里有没有梦见我 这个是那个成型好的样子 它就和我之前没过期的时候 做出来的质感不一样 这个质感更像面紧 整体很肉很韧很弹 特别的是 我真的好久没有玩过这么湿的胶了 你们看它这个光泽感和这个粉感 面粉的感觉 你看 而且它特别润一点都不干涩 讲道理木工糟一般都是会比较干涩的 特别的油润厚重 整体也很沉重 太神奇了 它过期之后 竟然有这种奇效 整体是有一点酸酸的 然后它没有杂质 是我在做的时候把它给搞脏了 会有一点杂质在脸上 你们能看它这个厚重感吗 太离谱了这个质感 整个操作的动作都是慢动作 因为它太厚重了 我没有加额外的护肤品 起泡液加没加我都忘了 它自己本身的质地就是 八万的毛 它自己本身的质地就是这般厚重 像一块常年生活在厨房里的抹布一样 又油 又韧 它整体的味道就是稍微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正常这个距离的话是闻不到的 但是这个味道有一点留守 这几乎也扯不出什么玩意来 太厚重了很沉很沉的 但是很耐拉 就是你慢慢拉的话 它也不是会容易断掉那种 这个起两次泡 人没了 完全没有声音了 整体是厚重的要死 简直就是面团 面团本团 然后再放一块 再放一块 再放一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